里面其实都有啦 如果这边我的部落格里面的那个 这个PhoneGap开发App蓝蓝包 其实有些东西都已经有了 只是说你可能要再稍微看一下 其实放在这边我也可以自己增强我的记忆 因为有时候东西做过 哇细节在太多了 那怎么办 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像如何利用什么 这一块摸摸官网里面的那个 SyncRower去更改什么 我刚刚讲那个布景主题 那布景主题特别注意 就是直接到官网 这个官网的网站 实际上就是你就找一个 非常简单 找那个Google关键字 就是JQuery Mobile 其实你就在Google里面 打一个JQuery Mobile 搜寻 第一个就是啦 这个 那点击之后的话 进到里面这边就有个叫Sync Sync 它的布景主题 然后呢 它就是什么 SyncRower 这个东西啦 那你就是GasRower 然后你可以什么 它这边A B 然后C 你可以一直增加 本来只有五个嘛 你可以A B C 你如果需要有非常多个 你可以到Z 可以做26个 不过说真的一般 不需要那么多啦 大概做个几种 哇就不得了了 可以做得非常鲜艳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呢可以绿色系的 可以这个系这个啦 然后这样子的 怎么做这边都有 大概几个动作 一到官网去 特别注意 最好是指定那个 比较旧的版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JQ Mobile 没有更新 如果你找新的版本 我试过 好像新的版本下来 会有相容性问题 如果你找旧的版本 反而没有相容性问题 反而好 OK一下就OK了 所以这个点要特别 除非说你已经update 反正你去官网上面 去下载最新的 然后呢 你那个ThinkRaw 这个你也可以去用最新的 应该也可以match 那它其实非常简单 几个动作 就是去定义 那个你的样式 定义好之后 把它的ZIP档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 实际上里面就很多 就是有个CSS 那个就是你的那个 布景档 然后呢 你就把它做连接上修改 改完之后 你最后套用上去 它原来的A是黑色 就不会是黑色 就会是你指定的那个颜色 那里面非常多种颜色 做起来其实会变得非常好看 所以做起来 那你的APP 其实要怎么有鲜艳就有鲜艳 有 不过还前提要你有那个眼睛 如果你那个没有 有些同学那个 美术 没有美术细胞 说真的 怎么人家本来好看的东西 怎么做就怎么难看 怎么配色就怎么丑 所以奇怪 有的人 奇怪 这很有美感 随便弄一下 哇 那感觉质感就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配色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Mac电脑的那个画面 奇怪 它怎么弄就怎么弄漂亮 奇怪 PC怎么就没有那么漂亮 不知道出在哪里 是到底是它的东西贵 就贵得有道理 还是怎么样 就那个质感 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可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知道 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部分 没有几个动作 不过你做对了一下就出来 你做错了 做一百次也做不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一些细节部分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刚刚讲到的 这个地方就是 OK 布景主题做完之后 再来就做什么 下面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各位不陌生吧 只是说呢 这个东西呢 它上个礼拜是放在上面 或者中间的 今天的话要放在下面 而且不只是放在下面 而且是要如影随形 你不能说奇怪 永远在下面 你卷下去才看到 那这样不方便 你要必须 还没卷下去 它就在下面 再卷下去 它一直都在下面 那如果说你跳到其他页面 它可能页面不够长 它不要放在这里 要放在下面 大概就这个效果而已 那不会很复杂 反正 第一个 还是一样 做上个礼拜的动作 只是说呢 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它说 请你把我的net bar fix在那里 固定在页面的最下面 就不要跑了 不要跑 那你要怎么样告诉它 很简单 不用写任何程式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 我想这些应该不陌生 那我们要需要这几个图 所以第一个呢 我一样 在页尾的地方 记住哦 做什么 先把它删掉好了 删掉之后的话 插入一个什么呢 记得哦 版面 一定要有个什么 DIV 有没有 特别注意哦 那把一定要记住 先给一个DIV 因为它不像Listview 直接就可以列出来 你一定要有个版型给它 好 先给它个DIV DIV呢 按确定 它会出现新增内容 那请你把什么 这个新增内容删掉好了 然后把什么呢 把刚刚的那 总共有主题 有四个嘛 把它复制 那如果你有打上去的话 或者你从别的地方复制 贴过来 然后呢 一样哦 把它们 放在哪里呢 哎 更正一下 Ctrl Z一下 这个先不要删 为什么 因为哦 我怕删掉 你会放 放错位置 记得哦 先插入一个DIV 然后呢 这个不要删掉 直接把它盖上去 为什么 因为盖上去的话 比较不会跑到外面去 因为我一定要在DIV的头跟尾 的里面 放刚刚那三个 那四个东西 所以哦 干脆直接把它贴上 直接就 我刚刚复制的嘛 贴上 好 它一定要确定一下 所以你要贴上之后 确定是不是DIV头跟尾 里面就放了四段文字 这个不能错一错 那等一下的效果 就会出来 OK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几个选起来 一样变成项目符号 应该没问题啦 再来呢 做超连结 超连结的方式的话 跟刚刚一模一样 紧page1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快速的做一下 page1 这个是page2 好 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拉过来 看一下 反正最好是 再check double check 比较不会错 它一定DIV 然后里面的话会有 项目符号LI AUL 然后再加LI 那一个超连结 最后一定是DIV 所以头尾在这里 最后特别注意 头尾有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记得 请你把那个DIV的头到尾 选起来 我看 怕会选错 所以建议还是要到 这个程式码这边 分割里面的程式码 DIV一直到DIV 选起来 不要选错 这个很容易做错 头尾选起来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 这个DIV上面打 或者是直接从这边 找到什么 data row data row data row部分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选完之后 奇怪 它怎么有个footer 请你重选 再一次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把它改过 那就错了 一定不能有东西 奇怪又怎么有个footer 选这边 OK好 这样就没有了 因为可能有过 你不要这样选 选到 不要过头 因为前方就是footer的领域了 人家的地盘 请你抹回来 关键点在这里 这个还真的蛮麻烦的 你过人家的头 有没有 那就会变成是footer 这个还挺麻烦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是一直做奇怪 他做100 他做很多次还是错 原来在这里 请记住哦 不要选过头 如果选过头 请你回头 然后从下面选上来好了 这样子应该没错 把data row 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net bar 好 这样应该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那把它怎么样 save一下 Ctrl Z Ctrl S 存档 及时一下 看一下下方 出现了 但是 少什么 少icon 对不对 不过现在可不可以连 应该可以连吧 连进去 没问题 可以连 只是因为我这边还没做 然后 所以切回来 即时 然后请你把什么 把这边加icon 这个加什么icon 反正你自己去决定好了 因为这边的话 我也有点不太记得 我到底加什么icon 反正我就至少有icon就好了 有17个 那你就给他一个icon 我好像给他一个delete吧 好像是 然后这个南寮渔港的话 就给他一个什么 这个 gear好了 海鲜瓶这边给他一个 一个minus OK 然后这边的话 给他一个grid OK 好 反正就有 然后呢 再save一下 再即时看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有了 但是 几个缺失 第一个 这个多一块 有没有 所以怎么办 把底下删掉就好了 其实底下应该有 也多一些东西 你可能要 找一下 不需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有没有 他多一个h4 然后一个空白h4 这干嘛 没有用嘛 删掉就好了 就不会有这东西 所以第一个 这个把它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要把它固定在下方 不要每次都卷下去才看得到 随时都可以看到怎么做 特别重要 一我先把这个删掉 delete掉 应该这个删掉之后 你再把它save一下 reload一下 应该这边就会 这个底下应该东西就不见了 对不见了 第二个 我希望他不要卷下去 就可以看到 随时都可以看到 怎么做 特别注意 请你记住 再来就选什么 选footer 特别注意 footer footer怎么选 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看到这边有个footer 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footer 有没有整个选 有 有没有 footer 点一下 不然的话 你就是直接在这边选 一个两个div 然后一个两个刚刚好 看哪一个比较好选 感觉应该是这个比较好选 点这边一下 footer 选完之后记得 移动到最下面 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是footer 那表示恭喜你应该选对的 然后呢 在这个data raw是footer的地方 它有个关键 叫做 什么 data position 就是data position 就是data position position应该 顾名示意嘛 位置 把它改成什么 fixed 这个就关键 fixed 什么意思呢 定在那里了 fixed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固定了 我们试一下 fixed 选到什么呢 这个footer的时候 记得是这个 然后改这个 其实它 其实就是帮你在这个啦 footer前面加一个data position 等于fixed 如果你习惯自己打 那也OK啦 自己打上去没问题 好 那试一下 save一下 这时候 切到即时 你会发现 它就怎么样 如影随形 你不用说要卷到下面去 才看得到 它随时都会出现 OK 那当然呢 你现在做一个啊 以后如果每一个页面都一样的话 你当然不用傻傻的每个都做啦 你做好一个之后怎么样 复制贴贴贴贴贴贴 但是前提一样 你要贴对地方 你贴对地方马上有 但你如果贴错了 你整个页面又全部挂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啦 还是关键的地方 程式马稍微瞄一下 因为你的那个设计的地方看不出来 你错在哪里 但是你程式马一看就知道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如何在下方增加一个会如影随形的一个那个导览列 OK啦画面先还给我一下试一下 这样的话已经就差不多了 你看有个less view 然后有一张图 然后再加一个导览列在下面 那等一下如果再换个步行主题 那再快速的转换成那个 那个什么 app那感觉很快的就有一个还算蛮到位的一个app就出现了 不过前提一样 就是说它这个方法虽然坏啦 可是还是有个缺点就是说 它其实上架要登广告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要上架登广告 还必须像我的做法是这样 再丢到原生的部分 用原生的打包一下 然后再用原生的方式上架就没有问题了 只是说你还是要懂得怎么用原生的方式包进来 这种方式就有点像那个 叫什么 我是自己取个名称叫做 一般不是有油电混合吗 就是hybrid 你就取它们各自的优点 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这就是什么 叫做hybrid 的一种设计方式 节长补短 因为在原生的方式 它要写出这样的漂亮的版型 真的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但是有的时候 你又非得要上架 那怎么办 用另外一个方案 反正这个它可以它不行 那你就把它两个合并在一起 只是说这个地方做法 当然就是要先做好这个 然后再丢到那个 也许是Android的studio 或者是Eclipse里面 再把它包进来 包到里面让它看不出来 人家也不知道说到底你是用什么写的 重点就是说你这个APP是符合使用者要的 或者客户端要的 那就达到你要的预期目标了 时间上面当然开发时间就短很多了 而且该有的应该也都有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记得关键的地方 跟上个礼拜基本上是一样的 差别是 放在下方 Footer的地方 最后再把它固定起来 OK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好 好